大家好,我是毛罗 因为现在的争议事件 郭爱伦已经连续缺席两场比赛了 那再不回来 恐怕这个MVP真的是保不住了 我们看原本说 郭爱伦这个赛季的头号劲敌 是吴钱 吴钱从这个赛季初的第一场比赛开始 就带领着拳花班打爆了 拥有双外援的卫美冠军广东宏远 打出了中国篮球后卫正该有的一种霸气 而且实际上在上个赛季当时 季后赛当时被辽宁淘汰的时候 浙江也是因为外援这一块没有 那么最终是倒在了辽宁队的面前 但当时吴钱基本上就已经在实力上追上郭爱伦了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 现在吴钱带队赢得了十连胜 进来的风头相当不错 已经在和郭爱伦强势PK的情况下 今天又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实际上大家仔细看他今天的数据 才发现他并不是说一场比赛表现好 而是整个赛季都表现非常劲爆 他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争夺MVP的第三个日本人选 此人就是胡金秋 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胡金秋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 本场比赛打北京手钢 广下最终是23分大胜对手 而且胡金秋今天完全起到了中流底柱的这么一个角色 拿下31分14个篮板二次盖帽 而且陀兰是19中14 命中率非常之高 正负值高达28分 这个赛季打到现在 胡金秋场军可以贡献24分9篮板2助攻 对比郭爱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郭爱伦能够拿下23分4篮板8助攻 那么两个人类型是不同吧 你不能纯粹的从数据的角度来比 但是你如果说数据的话 这两个人基本都达到了所在位置上数据的一个巅峰 特别是胡金秋我们知道 他毕竟不像郭爱伦说天赋那么那么的出众 虽然也很强 但是毕竟也是一路走过来比较曲折 但这个赛季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六个赛季 第一次场军得分数攀上20分 本赛季在他的代理之下 整整广下还在取得进步 这一点是我们看到的 而且跟孙明辉跟赵延浩 本土三少组统的这么一个组合 在李春江和王博的帮助之下 现在真的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大家是一直希望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中锋 能够真正的接班一间联和姚明 我们看到王志林在过去这几年 持续的让大家失望之后 胡金秋现在承载了中国南篮很大的希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郭爱伦再不回来打球的话 恐怕这个MVP真的未必能够保得住 而且大家别忘了 前不久正是本土三少率领 广下的双杀了辽宁 比战绩呢 虽然说辽宁整体战绩不错 但如果说接下来辽宁要是被 浙江反潮保不住第二名的话 那郭爱伦的这个MVP真的是岌岌可危 到时候才 到时候这个中国南协把这个MVP给谁 真的很难讲 所以郭爱伦再不回来 那一切都比较晚了 好 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不认可我的观点 可以关注我跟我来一起讨论 我的观点 我叫我 感谢观看